- 其實每一次接觸到退休仔的時候 每個屋主他們心裡面已經有個畫面 我們能做的在空間上面 其實就是把人跟空間串連在一起 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質 跟未來居住的需求 像林雅這個案子是 子女買給父母居住的 我們希望營造出來這個空間 讓居住在裡面的長輩 可以覺得很放鬆很舒服 當子女還有帶著孫子 一起回來玩的時候 也可以很方便在這個空間裡面使用 我們利用唯一的採光面 讓它引光進來到裡面的空間 配色上面我們就是用比較淺色系的 讓它一路貫穿在我們的開放空間 可以使空間放大 主臥室的部分我們有一面很漂亮很大的落地窗 我們選了一個芥末黃的色調搭配一點點線板 住在裡面的長輩 可以有被陽光照耀很溫暖的感覺 五位浴的入口做了一個緩斜坡 我們未來如果需要看護來或者是協助主人進去廁所的時候 就可以輪椅把它直接推進去到浴室裡面 因為屋主沒有浴缸的使用習慣 我們把另一間的尺度放大到其實可以佔兩個人在裡面 需要另外一位去幫屋主灌洗的時候 可以去應應那樣子的一個需求 南港這個案子呢 屋主他是住在透天的房子裡面 然後要轉換到公寓 他們很喜歡旅遊 所以他們一路上收集了很多不同顏色大小的紀念品回來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喜歡比較簡約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幫他們把這些東西展示出來 又不要讓整體空間看起來太混亂 仍然保持有那種優雅的感覺 所以在空間上面我們就是也是用了一個前色系 把它當成是個背景 這些物品就會讓它是浮現出來的感覺 客廳的空間我們有多規劃了一個書房 半開放式的 不僅是讓我們的客廳跟書房有一個層次在 可以讓兩個人在不同的空間的時候 還是可以互相照應到 浴室裡面這個地板沒有任何的高底差 未來也是一樣有輪椅的需求的話 它就可以很平順地走進去 進去到這個空間會有一個洩水的坡度 是往我們的淋浴間去 其實水也不會讓它噴出來到乾去 淋浴間裡面靠窗戶的地方 我們有做了一個小平台 讓他們方便坐在那邊去洗澡 所以對他們未來其實還蠻完善的一個很好使用的空間 北投這個案子其實屋主們還沒到退休的年紀 他只是預先規劃 這個案子是一個對稱的格局 客廳跟餐廳、廚房、開放空間在中間 兩端是兩個套房 其中一個套房是女兒在居住的 另外一個是男主人、女主人的空間 那空間其實是走黑白的一個色調 依照他們喜歡的現代的感覺 我們特別在客廳的部分 做了一個Greenhouse 他很喜歡這樣子一個串聯 他這個Greenhouse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小空間 他隨時都會出去去照顧他的盆栽 主臥室的旁邊是一個多功能室 屋主他們是很好客、很熱情 常常會希望邀請朋友一起來家裡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下線式的床 有一些玻璃門片可以拉出來 把整個空間包覆住的時候 他又變成了一個隱藏式的客房 在美濃這個案子 其實這個屋主他對他的退休的房子 從年輕就已經開始在規劃 他需要一個空間 把他的所有的興趣跟他的喜好 都結合在一起 他很喜歡畫畫跟泡茶 在休閒室裡面我們就給他一張大桌子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興趣就是射箭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茶室中央的位置 讓他有最寬廣的距離可以去從事他的休閒喜好 屋主跟我們提到說他們很喜歡到日本 浴室跟他的主臥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用了很大量的木材跟石材的元素 希望有一個像日本湯屋的空間 浴室的天花一直延續到他的主臥室的天花板 都是用檜木 都有香氣可以從天花板下來 在泡澡的時候或是在房間休息 可以盡量地去放鬆 然後回到一個大自然的感覺 淡水的這個退休宅 它其實算是一個度假屋 屋主他們沒有長時間的住在裡面 但是他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去使用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是用來放鬆 然後用來凝聚家庭聚會的一個場所 在我們的開放空間 它是一個三面都可以看海的一個房子 所以在天花板上面 是用一個烤漆的材質 讓它可以反射 把海景看是不是可以印在我們的天花板 有點像遊艇上面的那種氛圍 男主人行動不方便 他已經有在做輪椅 門的尺度有都把它放寬放大 如果需要到房間休息的時候 透過這個比較寬敞的走道 進入到主臥室裡面 然後主臥室裡面 也有一個完全是無障礙的洗手間 可以讓它使用 不管是它自己去使用馬桶的話 或者是有人去幫助它 都可以讓它更便利 每一次接觸到不同的案子 因為他們的個性不同 喜好不同 所以會激發我們有很多的靈感 所以每一個案子創造出來 都會不一樣 尤其是在退休仔 他們已經有兩三次裝修的經驗 我們更要去接受他們的需求 然後把他們心裡想的那個畫面 呈現出來 空間上面我們能做的就是 幫他們找出 他們不用那麼的辛苦去照顧的材質 他們可以安心的住在房子裡面 不用擔心地板的材料 某一天會發霉 或者是破掉要去找人來維修 就是盡量把住在房子的這個安心的感覺 呈現出來給他們